农村小哥剪石头 玩友发过来一块石头啊 从表皮来看比较光滑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敲口 发现里面有红色的柚子 这块黄蜡石从表皮来看 没发现有明显的裂 玩友打算把它切开 看一下里面到底怎么样 从这个敲口来看 它是背壳状 整个石头只有这边 感觉有一点尖块的分布 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杂质 先把皮给它切掉一点 看一下里面的干净度先 往这个地方切了一点皮 发现里面是红色的花纹 然后往这头又给它切了一刀 因为刚才看这个表皮的话 有这个杂质的表现啊 一刀切进来 它里面也是有杂质 还带了一些尖块跟沙眼 刚才这个表皮都已经把它体现出来了 然后这边又切了一刀 这刀切进来的话 发现它有沙眼 这个地方 这个沙眼有点重啊 但是它里面还是出现了红色 因为这一面 它这个皮这里 有这个小孔的表现 所以说里面的沙眼就有点重 但是刚才这边的话 这个皮没有看到有小孔的表现 所以这边切进来 它的沙眼就没有 然后这个石头 网友打算用来做手镯嘛 这边有沙眼了 先往这里给它开掉一片 因为只要把它切开 才可以看到里面 它哪个地方比较干净 好 我们再给它切多一刀 刚往这里切了一刀 切出来的粉末 都是红色啊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啊 来了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什么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切开是很红 然后它这里 是一条色带 往这里过来 但是这条色带 它浴化的不是很高 我们把水给它擦干净一点 可以看出上面有沙眼 然后像旁边这些 它就没有沙眼 因为旁边的红色 看起来浴化要高一点 然后这里有沙眼 这边有尖 估计这个地方 也应该也是有沙眼了 打灯透光很低哦 只有微透的感觉 像这一块石头 表皮看起来表现还是很高 但是切开里面的话 感觉还没有这个敲口理想 这个敲口看起来非常的细腻 这个颜色也比较鲜红 所以说石头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很难说的啊 直接把它切开了 才是最终的结果啊 因为有些表皮 看起来都已经很理想了 但是切开的话 就非常的差劲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 农村小哥剪石头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了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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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